肥仔 不是,是肥水不留大財團 資本匯聚,小社區 好亂好亂 真是怎樣小社區 我們今天來到這個社區二手店 深水埗位於一個工廠大廈裡面的社區二手店 其實他們的理念就是 肥水不留大財團 就是要光顧就不要光顧大財團 你有沒有很有意識的 那些麥當那些你又不去吃 白什麼那些超級市場又不去買 你有沒有那個意識 我就有這個意識,但盡量做 又未必做得太 因為它被迫著你做 譬如你很慘 領會那些商場 打算給那些普通的街坊 全部都是要去吃 大財團的超級食物 快餐店 它被迫你吃 所以很差 所以有時候你想想去幫襯那些時候 都是幫襯一些 士多 很多的藥房 或者食肆不一定是連鎖的快餐店 很多的大排檔都很好吃 是的 這個資本就可以在小社區裡面滾動 希望是這樣 就不是全部流去李嘉誠那些袋裡 是的 因為我們看最近 就是那個張宇人20元那件事 是的 就是更加要珍惜這些小社區的資本 社區經濟 是的 你有沒有發覺一件事 就是 那些靠那些老闆 根本不能存活 20元都夠了 這樣說得出 是的 那怎麼辦呢 我們這些普通的平民百姓 找不到出路 是不是 20元怎麼上班 車錢都不夠 好我們看看這間的 就是社區二手店 怎樣集這個 就是社區經濟環保人情於一身 將這個 又不可以說是企業 這個 小小的 這個 叫什麼呢 Whatshop 可以是這樣說 好看看有什麼賣 還有怎樣肥水不立這個 大菜斷路 好 嘩厲害 一元的陳冠希 好厲害 陳冠希加累成一元 什麼 二十張陳冠希書簽 二十張陳冠希 第一 一元 還加上忠恩堂萬事主 對 裡面還有很多書籤 那些寫信 那些信紙 他這樣砍砍砍砍 很多工具 很多東西 其實 一元是什麼幣 港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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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哪裡來的 你這麼好大 介紹我們來這裡走 社區二手店 蛤 深水埗 深水埗 有兩個小朋友 妹妹 過來小朋友 我們聊聊天 不如 過來 你過來小朋友 過來 過來 好 小心 你叫什麼名字 Bobby仔 Bobby仔 你看著鏡頭 你呢 你叫什麼 菜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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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童的童 是不是菜童 你是什麼兒子 Bobby仔 Bobby仔 好可愛 Bobby仔 你們是否經常來這裡 有時不是 有時不是 真的經常是 他反過來答我好厲害 有時不是 有時是去第二間 有三間的平價二手店 為什麼你們會來這裡 為什麼會來平價二手店 因為 看看東西 還有不買 看東西然後不買 捐些東西進去 好像這些 有些沒有爛 有些有爛 有沒有爛 沒有 沒有爛 沒有爛 假的這隻 是呀 這隻老鼠當然是假 我沒有爛生的 這個老鼠 這隻老鼠只有兩元 兩元老鼠 對呀 加上我的盒 對呀 你是不是在深水埗住 你們兩個都是 不是 我是風華街 是呀 我是伊谷街 伊谷街 都是這一區 都是這一區 深水埗 這裏就是 當這裏是一種 生活 這些小朋友 這裏是麗園 對呀 我們看看還有什麼看 這裏 這裏其實也有很多樣化 這些全都是新的 青台又可以用 RTV又可以用 這些 你說利是封都可以 全都可以 封回張養人二十元 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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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叫什麼 示威必備 抗爭鞋大減價 不如楊康要走路 適合 一元對 還有打小癮 打小癮 張養人 張養人 這些最好的 一元對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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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真的 一養對鞋你就這樣了 或者是養一下 養一下 養一下 咦 我們和這裏 負責人聊天 子健 走到這麼遠 要不要這麼誇張 你怎麼這麼誇張 我也是嚴重被敏感 但我都沒有這麼誇張 好 我們有位 社區二手店的負責人 你怎麼稱呼 來遠眉 遠眉 遠眉 你剛才那兩個小朋友 是不是經常上來玩的 Bobby仔 其實都不止他們 基本上是社區二手店 因為很多時候都是 很多街坊 有時候就算不是 可能都會上來逛逛 看看 聊天的地方 都可以說 就是一個社區 一個聚腳點 是凝聚了一班街坊 都會的 其實我們的社區二手店 都開了 今年第八年 我們2002年 就已經在 在深水埗 是的 是很街坊 我不介意的 我們不介意的 是啊 不過我們基本 都會叫小朋友 不要玩太瘋了 因為像是夜多 怕碰到 遇到 這是第八年的 是的 我們其實之前 就是一個比較小的店 嘩嘩嘩 嘩嘩 Bobby仔 我們呢 你是否想不要留堂 八年 就是經營這八年 其實開頭應該要經營一間 這間店 我們其實早期 主要是跟一班 基層的女工 做開制衣工人 你也知道 這十多年 其實創都回到大陸 他們都會面對一個 就業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結合女工的就業 還有都希望在社區裏面 因為這裏只有一個低潤社區 我們希望透過收集這些可從用的物品 就低價賣出 一方面可以令工友有個就業機會 還有居民都可以 便宜地買到的東西 還有都可以環保一些 那怎樣那些女工 即是沒有工作了 因為那些廠都去了大陸 怎樣這間店 可以幫到那些女工 可以維生呢 其實我們主要在那個 社區二手店的運作 因為會牽涉很多工序 譬如我們要宣傳 要回收 收回來其實又要做一些 物品的分類 篩選整理 打架等等 然後再放上架去做銷售 在這個過程其實都很多 工作的勞務機會 那些物品捐來的 就不是那些婦女捐來的 當然那些婦女是負責 再處理捐來的物品 其實我們捐贈 就有兩個途徑 一個途徑就是 其實日常 我們有個回收站 我帶大家看看 其實那些居民可以每天都 他又來了 是這樣的 我們的街坊 就相當的不害羞 我們又不是CCTVB 不要緊 我們這裡就 是的 我們都很街坊 那些居民 其實兩方面的途徑 一種就是 居民每人自己 拿一些物品上來 我們的回收站 另一種就是 其實我們都會主動出去 跟一些大專院校 有些屋苑 做一些回收的活動 是的 居民收到專船會 拿一些物品捐給我們 再拿回來 另一種途徑就是 因為我們還有一些家居回收的服務 我們會上門收的 我覺得是可以抵抗一些主流和環保 是不是 我們不需要經常幫助大財團買東西 第二 最重要就是環保 這個觀念 我們已經改一改 不是說 我捐東西給你 就是我代表是 私比壽更加福 捐東西給你 其實是一種新的概念 當中 其實我想我們整個捨移手店 那個運作那個理念的時候 其實很希望兩天 一種是飾物環保 第二就是資源再分配 就是說 其實一些物品 它本身其實真的有一個重用價值 其實它還有用的 我們經常說 怎樣幫它找到一個新的主人 就是可以用得 真的可以 用得到 不要掉了堆田區那麼浪費 第二就是資源再分配 我想其實對一些 比如說經濟條件 比較好的朋友 他可能對那個物品 他會覺得這個對他沒有價值 但是其實對回我們基層街坊 其實這個是一個 非常有價值的資源來的 那這種是一種資源再分配 還有我想是 裡面也有一個護衛 剛才阿慧健在那裡說 其實不是 阿子儀健 Sorry 不好意思 一樣的 阿子儀健 其實我們就看回 其實因為那個護衛性 就是說 對一些朋友捐的物品 如果他這樣可以 因為這樣減少了浪費 還有令我們的堆田區 那個負擔都減少 其實都是一個 整體來說 對我們的地球 或者我們的生活環境 會好一些 真是很希望 在那個社經濟 可以有一個持續的發展 那盡量在我們那個 既然改善 還有那個宣傳 也都希望多些人認識到 因為始終 譬如說 所有的物品 都是一些朋友捐來的 那我們會理解 其實這個是一個社會資源來的 那怎樣令到那些朋友覺得 咦 我捐了出來的 這件事 其實真的可以 除了幫到一些基層之外 其實是給我們整體的環境也好 或者那種 拉近度的一種貧富懸殊 都是一個我們很希望做到的事情 這個可持有發展的社會經濟 很值得我們繼續探討 下一節 下一節我們再回來